大家好,我是Carrie,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我們就去看一個貼地的物業 我現在就在Richmond,這一條是Garden City 那邊橫是Bonell,基本上是一個好市中心的位置 我們就去看一個九幾年的屋苑 它叫做Royal Garden,地址是7831Garden City Road 好了,我們現在已經是屋苑的正門了 這個是車路,人可以從這裡進來 這個整個屋苑其實都挺大的,差不多有80個Unit 對面這裡就是一堆Visitor Parking 裡面都還有的,所以如果你有朋友來 都很容易找到車位,基本上每次來我都有 這個是信箱位,郵差叔叔就放信箱在這裡 你自己回來就在這裡拿 我們現在就走去看看其中一個是Cornor Unit 它是三間房 特點就是有一間房在Ground Level 還有Full Bath 所以如果家裡是有老人家的話 那會很方便的,不用跌到上三樓才可以睡覺 我們來到這裡 我們可以看看 這裡是前院 不過看款式有一段時間,沒什麼打理了 我們進來了 進來門口 門口這邊是向東的 這間是東西朝向的房子 這裡就有衣櫃 其實已經變了鞋櫃 我們說的房間就是這裡 它基本上是對著前院 然後放到床 還可以放多個櫃仔或者書桌 這邊就是衣櫃 住在這間睡房的人 如果要去洗手間 走出來轉個位便到了 這邊是一個Full Bath 這個是洗手間 馬桶 我後面是升盤 可以進來 我們看看 這個櫃裡面是什麼 其實就是熱水水水 供應了這個部份的熱水 你洗澡 水都是靠熱水水的 我們現在看看車房 車房就在這裡 它是向西邊的 這個車房可以說是這個區域的一個決點 因為它雖然不是角落 但是屋苑很有趣 東西朝向的townhouse 它的設計是角落 反而是單車庫 是小一點的 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有些drop down 所以拍車的時候 那個技巧可能要高一點 因為它也不是太闊 有些窄 也不可以拍太大太高的車 因為這邊是斜入來的 好 看完車房之後 去到樓上了 這邊 Ground floor 一房一Full Bath 然後上到來 這個是二十多年樓齡的屋 所以設計 在Layout方面 都是去到以前的時代 它分開了廚房地區 還有門 有些香港朋友過來跟我說 覺得這裡開放式廚房 雖然很漂亮 但有時候覺得整個屋都是油煙味 這一個Layout 廚房也很開放 不是很擠結 但有門可以關 而且CORNER UNIT 就體驗在這裡了 除了向西邊這個小露台的玻璃門 這邊北邊也有一扇窗 蠻光亮的 然後這裡還有窗 對著升盤位 上手屋住 可能是隱藏 加了磨砂紙 又或者可能是拍攝 因為這邊很小 但這些磨砂紙是可以弄掉的 我們先看看廚房 廚房是升級過的 不是原本的 看到的風格 電器也知道的 我們從雪櫃開始看 雙門雪櫃 Samsung 模特兒也看得出是比較深一點的 好 這邊全部都是做到頂的櫃 我們一個過開來看看 這些 然後這邊是轉角 樓上 這個是微波爐 年秋有煙機 香港可能比較少 這邊有些部份都會用這隻 座房或下屋 上面是微波爐 然後如果你要用這個 生油煙機 按這裡 它有兩個模特兒 這個是Light Mode 更厲害就是這個 可以開燈熄燈 這個是電的爐頭 四個 中間是熱心中 下面就是焗爐 其實我可以分享一下 怎樣用 可能香港沒有這隻爐 如果你們看到 它不是電爐頭 是電爐 我先等下 它是怎樣用的 這些是圈 這個會是最大 你可以看看 這裡有幾個圈 紅色這一點 即是代表這個轉角 是控制這個圈 我又分了 有三個 HIGH LOW 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由最小一個圈 一個圈 其實它就是控制這個 我們按到這裡 HIGH 我們先看看 幾秒鐘它就開始紅了 已經開始有點紅了 因為我們是控制在這個位 所以它只是小這個位 紅 旁邊不紅 如果我們的鍋或鍋大一點 我們要多一圈 就是中間這個兩圈 我們就會慢慢 看到它的紅圈擴大 看到嗎 OK 好 現在炒菜了 糟糕了 就去到這個 HIGH 我們再等一會 所以這些電爐 就是這樣用的 我開了它 給大家看看 就會看到 電這隻爐 它的優點 它就是沒有火 所以變了油煙 沒有那麼大 比較容易清潔 但是它也挺熱的 其實 所以我現在都已經感覺到 一些熱氣 撲過來 大家都看到這幾個圈 都紅了 中間這個 就是溫暖中 不是用來煮 但可以用來暖 我現在關掉它 它就過了一陣 它就會 Disky的燈都關掉 但是這個面子還是很熱 所以它會有熱的 這個時候大家要記住 千萬不要放些膠碟 就會燒溶 就會有很大的臭膠味 好 繼續看屋 樓上看了 然後這邊 都是櫃 說多一句 清潔這個爐頭 我自己就是洗潔精 抹一抹就可以了 但是有時候你在Superstore 都可以買一些 專門清潔爐頭的清潔劑 這些你喜歡就可以了 升盤在這裡 下面它也有做櫃筒 這些櫃 轉彎 它這個下面沒有做轉盤 它下面有Galberator 還有那個濾水器的濾芯 這邊它就有了 這邊它就有些轉盤 這些其實都是鬼筒 它總共有三格 後面這邊也是 這個洗碗碟機 洗碗碟機的兩邊 它的設計都是跟剛才一樣 三格鬼筒 全部都是軟的 我們又看看洗碗碟機 牌子都可以了 洗碗碟機 然後呢 我們看看晶盤 它是轉角位 雙晶盤 我們可以看看旁邊 說一下地板 我剛才在樓下那一層 有找到這個 其實現在這個全屋 除了剛才廚房這些 有很多瓶子之外 這些全部都是實木地板 大家可以看看 這些是黃黃色 就是那時候的風格 好 然後呢 取暖方面 它這裏就是Baseboard 這些都是發熱的Baseboard 每一個Baseboard都有一個控制 你可以教你想多暖 這個就是用電的 電的Baseboard就是屋主自己給的 好了 我們到客廳這邊了 客飯廳這邊了 這個位置就是飯廳位 這個就是放吊燈 下面這邊可以放桌子 桌子桌子桌子 來到這裏就是客廳 它都很闊的 客廳這邊有個火箱 這個火箱就是gas 你給的管理費裡面是包 所以有些朋友就覺得 這個底盡 盡量都是冬天用這個取暖 反正都已經給了錢 因為你隔離這些Baseboard 全部都是要自己上電費的 火箱都分幾多種的 舊式少少的通常都是gas的 裡面那塊當然不是震木 其實是石來的 它開的方法有很多種 有些用電腦 有些用按鈕 有些用按鈕 好像這個部份就很簡單 這裡有一個按鈕 那它就開 然後還可以開個風扇 讓它立即聽到聲音 讓它滾得更厲害 大家就看到它已經有火在燒 這個玻璃面將會很熱 所以如果家裡有小朋友 你又是這個火箱 最好就做一些護欄 免得燒傷手 可以保持著長開用gas 如果不開了 或者夏天的時候 你不用 關掉了 其實它在裡面 會有一個很小的火苗 火種 那那個可以關掉 可以不關掉 通常inspector那些過來 都會推薦 有得它 它都不會用很多gas 有得它保持在這裡 因為有時候你關掉了 可能會搞很久都 弄不回去按鈕 我們之前試過的 這裡還有一個露台仔 很小的 這個 看著前院這邊 向東邊 這裡有個位置 都足夠放三四個人的大沙發 注意到可能要安裝扶手 會比較好些 尤其如果家裡有老人家的話 上到來 我們先看看這間小房 記得剛才有間房在樓下 這裡是第二間房 尺寸也不錯的 相對現在新的townhouse 以前那些舊的 每個都會大一點 那那個衣櫃就小一點了 在這裡後面 不過這間房的面積都足夠 你放完床 就再放多個衣櫃書桌 這樣了 我們又看看洗手間 用這間房的小朋友 或者怎樣就用這個洗手間 其實也有代替過的 這個應該是整個在IKEA買回來 下面呢 都是櫃桶 這裡也裝了一個擺東西的架 這個是浴缸 它也有這些扶手 我覺得也挺安全 先親那些就沒那麼危險 好啊 還有 這裡後面 它還有一個櫃 這個櫃呢 就是可以放毛巾那些 或者洗衣液 它也挺高的 感覺上就比較實用 沒有浪費了一些位置 我們又看看這邊 來到這裡 先開燈 這個燈是不著的 我記得了 燈泡應該燒了 這個是laundry 這款其實是網絡 而且看到它的戴和臉 比較多 都是有些年份 可能八年十幾年也有機會 好啊 進來主人房這邊 主人房的尺寸 都可以的 我後面是洗手間 然後床頭位 通常都是這樣放的 兩邊是電製 主人房向東 朝早日的陽光 晚上就不會西斜的 這邊這些呢 全部都是衣櫃 這個就是窄一點的 但是可能是要摺衣服的 這邊呢 就是深一點的 你可以掛衣服 上面可以放東西 然後看主人房的洗手間 開放我的燈 這樣呢 就 不是很大 它不像現在 有些新的townhouse 它會設計到 房間就小一點 但洗手間 可能是空間會闊落一點 放到兩個升盤 這個以前的layout就是這樣 再加上手屋主在這裡 再製作一個櫃子 放東西 雖然放多一些東西 不過好像就有點逼夾了 這樣就只是一個人轉身 碼筒在這裡 這個就用浴缸 然後就 對 這邊呢 都是IKEA 那個 升盤 下面都是櫃筒 這個櫃筒 你可能要關門才行 不關門就撞了 還有開不完 對 下面也是 我們房間三層都看小了 總面積是差不多1265呎 最高的三樓和中間那一層 每層約500左右 然後樓下就是 286、287左右 主要是房間和廁所 基本上就是這樣 一個車位 一間房間三房 我們又نا分身的是最多 焦點上部 而且逛去旁邊的房間 我們現在翻到前門這裡了 那很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屋間 bulk Uma,九幾年的 Кар教育 然後它的外牆是stucco 雙層玻璃 屋頂也有代替過的 就不是原本的 然後那個 unit 當然因為有差不多一年份 所以裡面可能有些東西是比較舊了一點 屋主其實都會做一些裝修的 大概二萬多元 可以換到兩個洗手間 可以有牆壁 可以換地板和扶手 換一些燈 改變一下整個 unit 就變成住起來比較 modern 又貼近一些 現在我們經常出去看新樓的風格 就住得開心一點 我們現在走出去看看 這個 location 它怎樣方便 就剛剛出了屋宇門口 我們看一下 走去Garden City的Blendell那邊 有多快或者有多久了 其實真的幾分鐘就走到這個十字路口 其實對面這個 Garden City的Surfing Center 其實是很大的 由這裡的廣告牌 一直到很後面 A&W那邊都是 對面這個就比較小的 Blendell Plaza 成功超市的二頭號 我們等一下再過去那個 大一點的房間看看 IGA是個超市 對啦 就見到人們走出去 推來推去 除了這個超市 前面是Shopers Drug Mart 跟著旁邊的Liquid Store 是賣酒、飲品那些的 然後一路這裡 旁邊過去 我們可以見到 有不同的生活類的設施 例如有雪糕店 有Massage Therapy 那邊有Fitness和餐廳 我們可以一路過去看看 這邊有個牙醫中心 那邊有幾間中式餐廳 海南廚房 我們又看看中間這一塊 然後Auto Plan就是車寶 逐你的車寶 每年一寶 那些 那你都可以來這裡 前面還有個Sushi 這裡有個 加力競 中醫綜合中心 這裡有個 指甲 弄指甲的 我們再向前走 有這個Dollar Store Dollar Store 有點像香港那些 日本城 這裡還有個 剪頭髮的 還有一個越海山中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裡 有什麼問題再找我吧 拜拜 她那個小學 其實就是Garden City Elementary 其實在哪裡 就在下面很近的 就在這裡 就在下面一點而已 就是這個位置 所以其實Walking Distance 都是5分鐘內走到 我們開車過去就更加快 她那個中學在哪裡 大家可以看看Palmer 都很近 開車就繞個圈 如果你走路的話 也是可以走到過去的 就可以了 我就會走到處 那裡 我可以走到這裡 我們都會走到這裡 我可以走到這裡 就像我們 那裡